网址类型的qrcode 那目前我们所看到的qrcode 其实大部分 他都是一个网址的类型 那我们 在资料形态这边 先选择网址这个类别 那在要被编码的网址这个地方 他已经预先帮我们输入了http冒号跟两个斜线在这里 所以呢我们在输入的时候 就要特别注意 如果我们在这边 有其他的变化 这边要自己去做一个修改 那我们输入我们所需要的网址 那 检查一下是不是完整的 有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同时呢这边他已经自动把我们产生了 那相同的我们可以去修改一下我们所需要的这个像素的大小 或者是这个边缘的大小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个调整 那完成了之后呢只要按下储存qrcode 同时选好我们要的 这个存档的这个档名 还有存档的位置选择好 那按下储存 他就一样把我们存成功了 那网址类型的qrcode呢 他在读取的时候 会有比较不同的变化 那我们试着来读取他看看 我们打开qrcode 用读取的方式 从档案 选择好我们刚制作的这一张 按下开启 那因为他是一个网址类型 所以呢他会自动判断 问我们是不是要使用浏览器来开启 那我们按下试之后 他就自动帮我们打开浏览器 并且连结到我们 这个 这个 输入的这个网址 好出现了 这是我们的新北市自由医学员的 网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